房子艾滋病教导民众正确的性观念 台中市卫生局选定了五间大学设置保险套自动贩卖机 不少学生直呼方便 终于不必要红着脸到人进人出的超商买了 到超商购买保险套总是让人害羞又别扭 台中市卫生局特别在台中市选定五间大学设置保险套自动贩卖机 让不少学生觉得很方便 终于不必再羞羞脸到人进人出的超商购买了 台中市副市长蔡炳坤用他自身的经验 教导学生如何正确使用保险套 还找来两名大学生尝试 让现场气氛是尴尬又欢乐 卫生局表示贩卖机的保险套一盒以十元的价格售出 并且背有说明书 教导民众如何正确使用才能保护自己远离性病 联合包田兆伟台中报导 是很明远的 找到了